多謝蕭華藤先生在李嘉誠先生的 他一打八一拍出了很多影片 我為了他才拍的方向好像來看著西環 剛才蕭華藤先生說了任何社會運動 大家都聽得懂 他第一件事說的就是三個字 戲劇性 我們都學過這個中文 就是一部作氣 作言衰三義揭 我真的有點擔心佔中 本來去年大教授提出 其實包括自治民組是非常興奮的 大家記得是一月左右提出 但是搞了一年半之後 剛才包括佔中或者大教授 他們最忠實的粉絲 佔中環最想真的走去佔中的 朋友佔中後會的大片 都有些擔心劇本會不會再一次 被民主黨帶上一個光環 去做他們想做的事去談判 我們也認同 本土派也認同 所有的運動都需要有氣迫性 例如2012年的DNG 雖然政黨沒有參與 但是非常之有氣迫性 在這三年之後我們自治會 都會覺得 都叫做了的事情 就是去量度一下赤 你沒有氣迫性 就是做樣貌 醫官是否聽得到 到今後我們會覺得 最有氣迫性的就是 我們有一群 很多派的朋友 去講哪裏去驅獲 之後他們都 當然你會不會認同的 譬如他們是Torke 也有氣迫性 除了吸引傳媒去報道 也會吸引到對面的一些國家的朋友 和中國的朋友去回憶 但是我們都擔心 最重要的就是 剛才蕭鹏先生 最重要的帶出了一點就是 也是剛才馬快篇帶出的一點就是 大靠上不單止拖延到 現在已經差不多去到 不單止三而揭 我想一分鐘至終 都不知道會不會有第四個ACD 是更加是令到所有的朋友 去演習眼神對學 但是就沒有再去想想 究竟怎麼去面對國家機器去復甦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 我們本洞派在公民覺醒運動當中 很重演的中文帝處 立法會議員和范貴先生 讓我們看看 那些佔中的前景是怎樣的 本洞派當中有什麼角色 還有好像剛才有譚先生說 佔中是純粹 我們有一個懷疑 那麼大的崩純 那麼大的會 是不是只是過普選呢 會不會有其他的思想 譬如剛才說到台灣 反中國 反資本署 有沒有其他的思維 可以匯聚在一起 令到這個運動更加壯大 那我們現在請范貴先生 和大家分享 謝謝 多謝靜置活動 邀請今天在這裡 可以和大家做個分享 那佔中運動 我就參加了三次的商討日 那 就 除了是參加了三次的商討日 我也有簽到我的意向書 也都是以新聞主題名義 就和陳建文 也都是到區沙田那裏 舉辦了一個叫D-Day的報道日 就是由佔中三支 其中一支的陳建文 就單向地 是和地區的居民 去講佔中的概念 那佔中運動的評估 我想說 就是 確實是在頭一年 可能是整個佔中運動的 處理得較為理想的一年 開頭就是由2013年的一段 去到2013年的經歷整個暑假 那時候我認為佔中的狀態是最好的 好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佔中有兩大核心思想 第一個就是deliberation 第二個就是direct action 就是直接行動 就是公民抗民 加一個相議式的民主 香港人過去最熟悉只是代言民主 直接民主 其實我相信就是傳媒經常 將我們去描繪為激進的 法民主派的部分 政黨政權 或者是社運人士 去採用的一種方法 但是佔中運動就是 希望除了是走得最前 最進步的民主派 或者是參與社運動 可能好像那時候 09年年底 一年年頭 由高鐵那班的社運人士之外 希望起碼是擴闊到 一個我們叫critical mass 一個較高的門檻 就是有一萬人 如果走出來的話 就造成一個震懾的作用 和癱瘓了香港的一個核心的金融區 造成一個大的一個 什麼叫barketing power 一個談判的力量 是去迫使 就是施以最大的政治壓力 迫使得到香港 是可以有一個雙普選 最初那個年 為什麼好呢 就是當時的戴耀廷 都還沒有佔中三次 戴耀廷就是到處去接觸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政黨 一起去互相交流 由佔中運動的一步 三步 四步 去到七步 而在七步裡面的第四步 除了我們搞了香港的民主運動 那麼多年 中共一次又一次拖延我們 有這個叫核彈級的武器 就是讓我們 可能都走到這一步 也是最重手的這一步 願意付出我們的代價 坐牢也好 被拘捕也好 我們有一批人 在那個數字上面 不單是癱瘓香港的金融區 核心地帶 不是說 連香港的三萬警力 都不能夠應付一萬人 採取這種公民抗命的認識 而在頭過半年的時候 最好就是當戴耀廷 他真的嘗試 他自己身體力行 去做商品好適合民主的時候 是吸引不同的意見 包括了第四步 就是這個辭職公投 那時候 那時候本來是民主黨 我認為是一個黃金機會 是他使用在2010年的時候 參與了民主運動那麼久 一個策略上很錯的一個決定 就是沒有支持到當時的本區公投 但是如果何俊仁是以這個超級議員的名義 而一個人之外 去啟動全港的前職公投的話 其實是位佔中運動裡面 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一個裝備 當時都沒有去到 好像剛才快必說 但是現在的越來越仔細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難明 難明的意思是 即使我們參與其中 都被那些很迂迴的一種邏輯 是他有時候都 亡亡亡亡不知其所言 為何會是 本來廣告人在2013年的時候 2014年的7月1日佔中 然後為何會去到2014年的 第三季、第四季 政府有個方案呢 為何跟著可能 第四個方案 即2014年都不行 一個不小心 可能已去到2015年的第一季呢 那又未去到2015年的7月1日 那確實呢 現在佔中 就真的不止 一鼓作氣 再如衰三文竭 而是令到我們這些長期跟進 我想說 還有很多香港參與民主運動 很堅實 很支持的朋友 都是有了不少洩氣的一個效果 還有就是 就是本來 這個6月5日那次的投票 以及6月5日那次 5月6日 剛剛那次 如果根據原本的劇本 戴耀廷那個 經過很仔細 詳細去寫出來 交代過多次 那次不應該是今次的2500人 應該是最少去到8000人 甚至是10000人 透過8000人 去到10000人 選出來的方案 我去到6月22日再賦予全港的市民 去做這個電子公投 才有一個最大的認受性 令到我們那個佔中運動 是有足夠合意支持 即使是佔中運動 但要停止 現在佔中三指的那些呎 去聯絡的話 佔中運動在13年的年底 到現在14年的年中 有一些其實出現了的後勁 在那個商討那裏 就不能夠 包括了一個我認為 很重要的一個門檻 就是本來是由最前 最進步 最堅實的 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甚至乎 願意付出 願意犧牲的 是過度到一些 可能過去 較為是 中間派 游利 或者是傳統支持民主黨 這些相對地溫和的 這些支持者 去走出來 現在的佔中運動 我認為在技術上 就鎖住在這裏 卡住在這裏 我更加不會妄想 在佔中運動 是會吸引得到 好像湯家驊這一類 自我期待 是溫和的 民主派 提出來的方案 很明顯就是 我會覺得 甚至乎不能夠符合 這個國際標準的 普選的方案去支持 所以根本湯家驊就沒有資格 在沒有簽署 這個佔中意向書 他也不會參與佔中意向書 但他可以在這裏 我覺得真的說三道四 為何6月22日 是一個不理想 沒有得選擇 又去 竟然 竟然在論述上 去指控 5月6日那次的D-Day 3 是一個篩子 這個不單是一個 我覺得是錯誤 理解不簡單 這個是刻意地去磨合 抹黑接觸民主派 所以戴耀廷 起碼他們都要走出來 就是說 不要搞錯 這個是 為何我們要找一萬人走出來 願意犧牲 願意被拘捕 願意坐牢 去找一個 高的 理想的目標 有補選的方案去參與 就不是沒有參與的 就去做 所以5月6日那次 就不是一個民意調查 就是這樣 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主辦班女 請我來 在這次台灣的占領國會 我們吸引 有些甚麼可以吸收到 有些甚麼可以學習得到 台灣和香港實在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相似 最大的相似 當然就是我們面對那個 政治困局 那個政治困局 就是一個 就是強國崛起 一個巨收 一個超級的霸權 就是早在 其實 郭靖亮社那本 民進黨轉型 就是轉型戰控 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台灣如何自處 不只是民進黨 作為在台灣上面的反對黨 那時候他們都還沒有執政 是怎樣自處 就是一個這麼龐大 就是那時候已經是 就是中國已經是向這個 世界工廠賣盡 都還沒有成為 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神體 但是呢 郭靖亮那時候 講台灣的轉型戰控 就是可能要很小心地 去跟這個巨獸 這個巨人 去國略 他不單是一個 專制獨裁的政體 而這個專制獨裁的政體 發了大之後 怎麼辦呢 就是 在那個經濟 加往上面 貿易加往上面 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到現在 我認為還有參考價值 香港呢 如果是要看回台灣 戰領國會 或者如何去擴憑 這種 我認為是盲目的 中港融合 其實服務 服務呢 就是經濟融合的 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賦予了 共產黨呢 可以有一些合法的渠道呢 去掩護他們的情報人員 啊 他們的 就是共產黨黨員啊 這樣呢 去進入台灣 在台灣上面 不單止收集情報 而是透過 以相逼政 這種手段 就是共產黨很喜歡用這種手段 當然大家知道 二次大戰之後 日本 學會了 我們原來要稱霸世界 不一定是要軍事武裝力量 要是要硬權 原來經濟力量 是可以 發揮得足輕重 甚至乎 影響他們的政治日程啊 政治的取態啊 其實呢 早在香港已經進入了很多 更加深 更加講 還有呢 令我們的情況更加不靈 香港有很多事情做了的話 台灣都還未做到 就是我們那個 保單情政 我們那種 處理移民的制度 自由行 等等 都是不單止 已經是有很多的 共產黨黨員 是來到香港 這個已經不是回歸之初 那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即使是建制派的 研究 那時候 初步估計是30萬 至40萬左右的黨員 在香港 其實已經是從事了 或者潛伏了他們 要做的工作 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呢 台灣在佔領國會 這個太陽花運動 學生遇到的 技術的困難 其實是遠遠比香港 香港現在說要佔領中華 又或者學聯和學民思潮 希望透過參考太陽花運動 可不可以佔領中聯辦 可不可以佔領立法會 可不可以佔領政府總部 至少都嘗試去思考 但我想說 泛民主派的政黨 包括我所屬的新民主同盟 我們很誠實的不敢說 我們在藩合會裡面 或者是過去 就算談這個政策運動裡面 起碼那個思維 是沒有擴闊到他那裡 這個現在香港的政黨 其實確實是落後於形勢 香港的泛民主洽政黨 也是落後於形勢 當然 當然 林非凡 他也有說到 其實太陽花運動 有參考過幾年前 香港的 這個 學民思潮 啟動的 反國家的運動 他們都說很感動 看到有9萬人 12萬人 圍著這個 政府 也都說在佔中運動裡面 是有吸取到一些 的 靈感 但在實踐上 我想說 我們 我相信我們比台灣學生 真的做得差很多 這個就是戴耀廷公開地 他講 在台灣這次的太陽花運動 他就說有兩個教訓 是學到回來 第一個教訓 就是那個觸發點 或者叫做爆發點 運動的爆發點 幫你D了很久 Deliberation了很久 談完又談 談完又談 我們已經做了心理準備了 將我們的爭取目標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手法 就是很清楚地做的話 你如何做一個很好的政治判斷 運動 就是最好的政治智慧 找到一個觸發點 去啟動 那個 戰衆運動 現在呢 如果根據大英文的劇本 或者是快必那種批評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戰衆運動是露底的 在策略上面 是露底 就是告訴特區政府 告訴曾慧雄 告訴共產黨 我們幾時要做些什麼 我們聽不到有任何Plan B 或者洞青之中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我們很驚訝 這位言論真的可以這樣 支持刻意地放風 我們要攻去 不是攻的 我們要盡佔總統府 但是同一時間 暗渡陳倉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立法院的製藍路 那裡攻進去 引開了叫苦力山 把台北市的警力調開 其實過去香港 是很少用這些方法 或者是教育有幾個 趙阿傑 一零年高鐵 一零年高鐵 這個是好的 我想說 其實那時的 阿傑成群 就是高鐵那次 事件圍著立法會那一次 舊立法會大陸 可能那一次 是最接近 情境 技術關口 或者運動 可能是最接近 這次的太陽花運動 因為那時的決定 不單止響應 朱凱迪華衝上去的 港督府 甚至乎衝進去 立法會 在技術上 那時遠遠比現在 今時今日 我們即使有九萬人 或者十二萬人 圍著在正總的門口 你要攻進去立法會 現在新立法會大樓 是容易很多 舊的立法會大樓 裏面的chamber 就是護衣廳 只有兩個入口 其實和現在 台灣的立法院 是很類似的 但是新的立法會大樓 真不好意思 有四個入口 還有上面 還可以吊進來 是難到 我想不到有什麼可能性 去做得到 如果你沒有 可能五千人 或者以上 去做得到這個 還要有 立法會議員 是要 屢應外合 可能很多時間 就要 擺定一批 或者是混了一批 學生 或者是社運的參與者 在那些議員辦事處 才可以做得到 如果不是 在實際操作上 是難很多 但是高鐵 當時有 反高鐵 當時有 不過我當時沒有做到 可能錯失了一個 歷史上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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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 所以我想說 共產黨 現在 其實在香港也好 香港和台灣也相似 就是他們用錢去搞定 用經濟力量 以相逼政 造成這個 經濟上的依賴 令到你反抗的力度 是小很多 甚至乎是失卻了這個意志 造成了一些 他們想做的 不可逆轉的一種態度 大家記得今時今日 沒有人會質疑 或者很少人會質疑 中港融合這個行為 但是大家知道 在回歸之前 我們只是說 會不會河水飯井水 一國兩制 港民治港 高度自治 馬照跑步照跳 五十年 就是我們的生活不變 那時候 那個叫做中港融合 特別是經濟融合 是沒有提上議程文 基本法更加不在條文上面寫 所以即使是建制派 即使是那些官媒 他們經歷過 香港現在主權 現在十幾年 他們都承認 當年根本都沒有想到這麼仔細 這種融合的速度 是快到很緊要的 所以 香港今時今日 我們要去做一個 論述上面 無論是在力度 在感染市民出來參與的話 我想比起台灣人 是難很多 當然有幾方面 第一 就是我們的傳媒 十幾其九已經被 紅頂商人 被共產黨賣起了 即是真的 即是 還有 十年前 一報一刊兩支咪 今時今日 我想只剩下 一兩個網絡傳媒 還有可能只剩下一份報紙 明報已經不絕題了 如果大家看回前日的明報的社論 就是公開地 就不凹到你們的臉 那樣 什麼激烈的戰車 將這個 的戰衆運動 現在是激烈化了 現在明明是 民主黨自己本身 最早跳出來 就說不支持這個三規方案 論述到三規方案 不是缺一不可 但是當 現在這個 6月5日 我們選了三個方案出來 三個都有公民提名 已經 對我來說 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為什麼呢 你有三個 一月才能夠 令到6月22日 是可以 完成了你的電子公投 是有人願意 為一個 真真正正 可以作為一個 談判的一個方案 去走出來 去佔中 為什麼現在還會說 激烈化了 又說這個 佔中的DDA3 是被騎劫呢 這個論述 我認為很不容易 台灣還有 另外哪一樣 比我們理想 就是他們的傳媒 之前這個 旺旺想收購的 中時 蘋果日報 遇到的錯誌 就是說他們民間上面 對他們的傳媒 被赤化 被收購 或者是被經濟力量影響 那個意識是高很多的 給香港人 每晚都受到 CCTVB 那種奶水養大的市民 我想就是 他們的抗疫 或者那個 免被洗腦的能力 是高過我們的 第二 就是 他們始終都是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在體制上面 在制度上面 始終你們有了一個 民主化體制 完成了兩次 政黨輪替的一個 一個 一個民主制度 和這個民主制度 是快得很厲害 八八年開始 大家記得 八八年開放了 這個黨禁 報禁之後 在一九九六年的 台海試射的時候 完成了一人一票 去選台灣總統 這個是直選的 不是美國總統那麼簡單 是一個普選 是一人一票 你看看 十幾年完成了 一些西方國家 本來要幾十年 上百年 甚至百幾年的一個 民主制度進程 所以 他們的政府 他們的民選產生的 立法會議員 立法委員 他們的政黨 甚至乎他們的武裝力量 剛才譚先生也有說到 對著學生的話 他們不是說手軟 他們知道什麼 大家都是一個台灣人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知道是 有一些外在的勢力 嘗試入侵台灣 透過服務這種手法 合法地去登堂入室 但香港比較是 我們已經成為公安的 爭位和領導的警隊 就真的不用和香港人客氣了 如果我們要佔領立法會的話 胡椒噴霧時候 還要有大支莊 那些 那麼大支的 把整個人都擺來 一分鐘 所以 在一個民主制度上 有一個保護 才令到 即使 學生 佔領立法院 是要逐條理去審議 所以如果是要強行取替 清場 甚至乎要使用適當 甚至乎過多武力的話 他們要承擔很大的後果 換句話說 選票確實對台灣的政界 是產生了一個很巨大的制約作用 而那個制約的作用 甚至乎令到他們不會 黑銷 最早那時 我記得蘇貞昌 有一次亂來走 他叫選誰 在那次的集會上 幫他們其中一個候選人 去站台 及後他們都制約了 這裡 也有少少跟香港相同 香港的民間社會 或者社運人士 和這個政黨 其實都是有一些很微妙的 既合作 但是又互相排斥的一種情況 剛才譚先生的分析 也有說到 是需要有政黨的參與 在議會裏面去配合 但在議會外面的話 他們亦都反過來 是去迫使 或者監督政黨 是去不要背棄 或者不要背離 主流的民意 香港的政黨 始終因為我們 我們就不是民主制度 很多建制派 甚至乎有部分的學者 喜歡說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制度 但其實反過來 半民主的制度 和一個半專制 半威權主義的政府制度 其實中間是一個等號 半民主之言 這是好聽的說法 不好聽的說法 就是半專制國才有制度 所以當我們有一半的立法會員 是公民組別的話 政府真的不用和他們下跌 坐定脫鑊 令我們的抗爭意志 因為要經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的挫折 消防到差不多台中 我想說 在立法會裏面的泛民主派 是有較大的共識 就是打開口牌說 如果有23條立法 我們就用拉告戰術 現在立法會裏面 就是人民力量和社民 是用拉告戰術的 我提出的那些 十個裁券案修正 聲稱是履行議員監督的作用 但是我們要想 如果我們想佔中運動成功 如果我們想佔中運動 希望爭取到雙普選的目標成功的話 可能就已經不僅是履行佔中運動了 我們要想上 剛才說過 五區公投要做 超選議員公投要做 今年的七一 是否要提早佔中 或者是一些小規模 或局部的佔中 我們要做 泛民主派 可能不是要留到 有二十三條再回來的時候要拉告 根本就可能 明年 即今年年底 政府提出的方案 去到2015年的年頭 放到立法會的 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要有兩手準備 在事務委員會就要去拉告 在大會辯論的時候 可能就要去拉告 是希望 累積得到有足夠的民意支持 在立法會外面 或者在政府總部外面 有足夠的市民出席的人數 去可能將 如果 現在佔中三次領導的佔中運動 不能夠實踐的話 我們就要有Plan B Plan C 除非我們不相信 我們自己講過話 我們爭取了二十幾 三十年都來著了 我們走到這一步 我們是否還願意 看到我們這一代人 是不能夠實踐得到 雙普選 或者見不到政府 是給了雙普選 香港人 所以在這裏 我們是要向台灣的太陽花運動 我們要學習 希望未來日子裡 我們會多一些溝通 在那裏 明天之外 在策略上 會知道 避開那些思想陷阱 其實是可以的 只不過我們從來 是未有足夠的政治上的視野 是他走到那步 是他透過實踐 是他實踐出來的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